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经济政策目标 包括实现工业现代化 扩大内需 应对房地产等风险 其中谈到改革二字多达53次 然而会议结束后 中国股市却连跌了数天 投资人反应冷淡 外媒和评论一致认为 三中全会经济蓝图 缺乏实际操作细节 令人担忧这不过是喊喊口号罢了 缺乏改革的诚意 本期节目将就三中全会公报 有关经济政策的一些内容 进行深入剖析 参加讨论的嘉宾是 美国纽约地区经济学家秦鹏 7月15号到18号 中共第二十届中央委员会 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举行 全会由中央政治局主持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 做了重要讲话 会议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 关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决定 该决定共提出300多项重要改革措施 其中包括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 承担国家重大技术公关任务 让中国大市场成为世界大机遇 扩大对最不发达国家单边开放 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 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等一系列表述引发外界关注 根据公报 中国要在2029年 也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 成立80周年之际 完成决定中提出的改革任务 中共高层重申他们广泛的经济目标 包括实现工业现代化 扩大拟需 应对房地产等风险 根据梳理 此次三中全会公报 改革两字 出现50多次 其中深化体制机制改革成为高频词 包括教育科技 人才发展 金融 土地制度 外贸 外商投资和对外投资管理 医药卫生等方面的体制改革 美联社注意到 三中全会提出 国家安全是中国式行稳致远的重要基础 并强调党的领导是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根本保障 纽约时报报道指出 报告重复了许多人们耳熟能详的主题 比如新制生产力 其中几乎没有提到任何措施 对房地产价格暴跌和烂尾楼问题 没有提到直接解决办法 中共中央委员会承诺完善推动战略性产业 涉及从可再生能源到航天等八个领域 这些行业与实施了十年的中国制造 2025计划的行业基本相同 几乎没有新意 齐先生 这个刚刚闭幕的三中全会的公报 国内的看法 国内媒体当然是歌功颂德 那么现在您觉得现在国外的媒体 还有一些评论的整体的看法是怎么样 是包多还是贬多呢 贬当然非常多了 整体的评价给我的感觉 这个就是说对于三中全会 之前很多人是抱有希望的 但是开完之后大家看的公报以及决议 最后得出来的结论基本是什么呢 就叫做在我来看叫做三无产品 没有对策没有改革这种细节 另外也是没有希望的这么一个会议 这是整体我们看到海外的媒体 海外的这些经济学家 以及这些争论学家给出来的这样的一个结论 您说没有改革 但是三中学会的公报 改革两个字出现了50多次 这是不是证明他们有改革的决心呢 对 它看起来是还在讲调改革 而且它的这个大的题目里边 还在去强调叫做深化改革 推进中国是现代化 但是你看它的对于改革的这种 指标的这种定义 以及具体的这种做法 整体来看它实际上是伪造了一个改革 就是说在过去大家理解的改革 就是说要让市场起到更大的 这种分配资源的一个作用 同时点证放权就是说把政府的权力 放给民间 放给民体 让这个人民群众进入监督政府 参与整个行政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所谓的就是中共古去的这种民主 但是呢 整个现代的这个改革 虽然提了53次 但是呢 它的这个实质是发生了一个巨大的变化 过去强调呢 说是要去放权 现在不强调了 甚至习近平的这个18届反中全会的时候 都强调呢 要让人民群众来去监督政府 等等 这些来讲现在也不起了 那么对于改革的要去让市场起到更大的一个作用 现在是习近平来去负得所全位的全面新化改革 要加强党的领导 加强的市场人这种计划经济 加强和西方脱钩和对抗 继续呢 推行现有的党和国家主导经济的这样一个做法 然后改的具体是什么呢 是改它这套运作机制 让党呢 具有更加强大的领导能力 按照习近平所指导的方向 去推进的相关性有效性这种力度 而过去呢 再去强调市场 要实现对资源配置的这种效率的最优化和效率的最大化 现在呢 也在强调 但是加了一句叫做放得活又管得住 要更好的维护市场秩序 弥补市场失灵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在我来看就要打的右灯向左转 对吧 习近平自己都是不好意思的 他就觉得这个遭到了呢 全党内以及呢 海内外的这种批评 所以在三中全会刚开的时候 新华社发了一篇长文 大概洋洋洒洒一万字 叫做改革加习近平 隔了一天就被当局给下令删除了 因为这个里边呢 他所提到的改革 其实是习近平当年亲自参与的呢 是真正的那套改革 但是现在呢 他这套改革已经变成了一套唯改革 强调了领导 甚至呢把国家安全 国家国防军队等等这些东西呢 都给他伪造成了一个改革 甚至改革呢 在民间 大家所看到的 所舆论最多的 居然呢 是延长退休年龄 看来的60岁 可能是要推进到65岁 所以这个其实这种改革呢 是叫什么改革 当然大家呢 就是变得非常非常的 这样的一个失望 我们知道习近平的 过去几年政策 最为人诟病的 就是对于民企的打压 像马云的下台 这一系列民营企业的生存环境 恶化 导致中国经济下行的 一个重要原因 那么这一次 他的改革措施里面提到说 要支持有能力的民营企业牵头 承担国家重大技术 公关任务 那么这个跟您刚提到的 跟党领导这个怎么一起并存呢 对 这个实际上是他看起来呢 矛盾的地方 也是他呢 试图去解决 所谓的呢 去管好 控制好这种民企的方向 把这些民企纳入到呢 中共的这样的一个 这种大的宏观战略里边去 他强调呢 是说要让这些企业 投入到所谓的薪质生产力 所谓的这样的一些 高科技发展当中去 但是他这里边就是要去强调 要管好这些企业 那有些词他是没提的 但是我们知道他怎么来管呢 第一个他会呢 去建立党支部 第二个呢 他可能会去这里边呢 去建立了所谓的国家股份 不管是股份大小 他可能都会需要说这种领导权力 你给指明方向嘛 对吧 第三个来讲呢 他可能会给增加这种 资金 大量的投资 这个呢 可能对这些企业来讲 是一个好事情 但是呢 接下去你能不能赚到钱 赚到了钱之后 能不能带走 或者是这些具体的人 能不能的话呢 是平安落地 这个其实也都是问题 因为之前的时候 我们看到中共 在反腐的时候 也把一些人 等等的话 给拉下了马 甚至呢 因为这些人 你不听话 他可能还被 赶走了 比如对新的话 我们看到 娃哈哈的 这中复利 就是中庆后的女儿 他呢 也是因为实际上 是在这个里边 去搞企业的这种改革 据说他是把公司的 党委书记 没有向上边城市 直接给开除了 你能看出来 他这个民营企业 他是这么一套管法 但是因为他这里边 他那个也不完全 是民营企业 还有国家股份嘛 对吧 那同样呢 你对于说现在 习近平要去强调 让民营企业 加入到这个党的 高科技发展当中去 那同样是不是 会要用这些股份 或者其他政策 或者其他党委 等等这些方式去控制呢 我觉得几乎 你可以是确定 是百分之百的 另外一条是 让中国大市场 成为世界大机遇 那么最近有一些呼声说 中国应该增加进口 就是平衡外部的一些压力 那么现在中国 自己的内需都不振 怎么能够增加进口呢 怎么开放中国的 这个大市场 对 所以这个 其实是一个矛盾 也是没有办法 解决的一个矛盾 因为中国当前 最大的问题 其实是内需不振 所以呢 他现在呢 是通过这种扩大生产 然后对外出口 这种方式来去解决 这种生产过剩的问题 可是生产这种模式的话 带来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就是说 你会遭到世界 对于中国廉价 产品倾销的这种抵制 所以呢 美国 欧盟 或者其他国家 甚至也都在 可能会跟上 会去通过关税 或者其他方式呢 对中国的这样一个 高出口进行限制 而长期来看 因为你世界的这种容量 毕竟是小的 对吧 中国呢 14亿人 你如果这个 整个内需提振不起来 也是解决不了 经济长期的问题的 所以这种大市场的话呢 现在我们从这一次的 当中全会的决定 这个公报里面 是没有看到 中国政府是准备呢 如何去提振经济的 提振这种消费的 而这一点上来讲 也是让外界 非常失望的一个地方 因为大家认为说 这个实际上是 未来你要真正去改革 要去寻找出路的 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个地方 你要内需不提振起来 老百姓没有钱 你怎么去消费 怎么去发展 这个经济持续的去增长呢 这个其实是做不到的 对吧 这一点上来看呢 是外界 和希望呢 中国能够扩大进口 等等这个方面 我觉得这个是做不到的 因为它没有需求 它实际上 现在主要的重力 是相当于进口了之后 然后生产再往外转出口 是这么大的一个 这种经济维系发展的 这么一个思路 听众朋友 您正在收听的是自由亚洲电台的财经实时听 今天讨论的话题是 三中全会报告是真改革 还是又一场忽忧 请继续收听 中国第二季度GDP增长4.7% 低于预期 比第一季度的5.3% 明显放缓 外界聚焦三中全会是否提出改革方案 华尔街日报称 三中全会公报 罕见的对中国地方债务和房地产危机表示关注 但可惜的是 蓝图中却没有细节 报道称 三中全会前人们关注主要一个领域是中国的消费税制度 一些经济学家认为 该制度助长了地方债务危机 使得中国难以刺激消费 多年来 中国中央政府一直通过接受地方支付的大量税收 控制国家财政 此外 中央还对地方政府的举债规模设定了上限 但又希望地方政府能够以有限的预算 拉动经济增长 并提供基础设施服务 目前 中国地方政府的消费税收几乎全部上缴中央 导致地方无力刺激当地消费 2023年 中国全国消费税收入约为2200亿美元 中央和地方政府 在增值税行业企业所得税收入 实行分成制度 激励地方官员促进投资和制造业发展 但这些领域已经出现投资过剩的情况 华尔街日报报道称 在三中全会的报告中 中共高层承诺增加地方自主财力 拓展地方税源 并推进消费税征收环节 后已稳步下话地方 但没有提及如何实施 关于消费税的措辞 最早出现在2019年 后来在2021年的十四五规划中 重复提及 在房地产危机方案 同样含糊其词 中国房地产危机的根源之一 是开发商滥用楼盘预售资金 一般而言 楼盘预售款本应存在托管账户 用于建筑开支 但中国许多开发商在完工前 就将资金提走 由于地方政府严重依赖 房地产相关税收 对于楼盘预售审批十分松懈 导致各地出现大量烂尾楼 数量高达2000万套 经济学家们表示 清理烂尾楼 对房地产行业的复苏至关重要 三中全会的计划蓝图 承诺改革融资和预售制度 但没有说明如何具体改革 另外 此次三中全会强化了 一些分析人士的观点 那就是中国政府 已经不再把房地产 视为推动经济增长的工具 而是需要改革的 社会保障体系的一部分 在三中全会公报中 中国高层将房地产行业 纳入民生部分 而不是经济增长相关部分 其中提到要为房地产行业 打造新发展模式 分析师解读 这表明中国政府 希望房地产 摆脱过去高杠杆 高资金周转的模式 公报还表示 对购房者和租房者 给予同等重视 并承诺满足三亿多 工薪阶层的刚性住房需求 此前中国政府只强调 保障低收入群体的居住需求 第一次三中全会会引起 这么多人的关注 是希望能够在会议上 能够看到一些解决 现在当前经济下行的 一些良方 现在最大两大问题 就是房地产行业 萎靡不振 跟地方债严重的问题 那您觉得这次三中全会 对于房地产业跟地方债 提出了什么样的解决方案 可以说是基本上 没有明确的解决方案 小达小闹的 羞羞不并没有去 根本上去解决问题 对于房地产 它其实提出了几个东西 第一个是允许各个城市 根据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去放松建构 而这一点上实际上 是一个马后炮的一个做法 因为大家过去 已经是形成建构了 但同时它也是拒绝 在户口制这个方面进行改革 彻底的去放松 所谓的不同城市 不同农村城市 是这样方面的一个户口的限制 所以这个其实很难做到的 另外一点 我们看到对于 道成今天的房地产危机的 这样预售制 还有是给了一个 宏伟的一个 长期的解决的一个目标 在2029年之前 去所谓的要去 反向改建这样的一个预售制 但是目标也有点太长 这样越长梦多 对吧 大家其实很难再去相信它 因为房地产现在的这种萎靡不振 很大一个程度上是因为大量的这种烂尾楼 当然也是因为这个原来的企业负债太多 所以这种情况下 你大家对于房地产是很难再有信心的 何况呢 整个现在房价也在清明的下街 而中国政府在这些方面 也都没有给出任何的一个这种解决方案 所以呢 对于房地产 可以这么说是 基本上是没戏的一个状态 会继续的去下滑的 当然呢 对于地方债 中国政府其实还是出了一点的做法的 第一个呢 是要大概有一万亿的 原来的税种 成是什么规划税呀 或者其他等等这些的话 它把它纳入 这样来说是试图划分给地方来收税 这是一个 那么划分给地方其实是意味着什么呢 地方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去压大 去从企业个人这方面去榨取 杀鸡取卵的一个做法嘛 所以这个方面是毫无疑问的 但是这个规模有点太小 原来你也不过接近一万亿 那么你增加了之后 会有多大的一个增量呢 这就是韩子打的一个问号的 因为现在的中国地方债 巨大的麻烦 不仅仅是它的规模过于庞大的 你都要去还 穷利息呀或什么等等都不够了 最可怕的实际上是它的房地产的 土地财政崩溃掉了 土地财政崩溃掉了之后 其实你是很难再通过这么非常有限的 这么一点地方税去解决的 因为土地财政过去最高的时候 可能8万多亿 你现在呢增加了这个几千亿 这个是很小的一个量 第二个呢 地方债的现在的问题 是在于呢 它其他的这种税种 或者其他的这种方法 你要去中国政府来去榨取 最后呢再去分配给地方 这个量目前来看呢 恐怕也是非常有限的 因为中国政府这一次 在三中全会里面 它提出的一个这种解决方法是什么呢 叫做消费税 试图把消费税的更多的 去转嫁给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呢 让地方去发展放开所谓的一些这种 我们说灰鹤消费产业 或者是高端消费产业 然后的话呢 再去通过他们来去收税 那这个东西的规模到底有多大 我其实对它的规模 也同样的是严重的怀疑的 同样呢 这个里面也会存在的另一个问题 就是会呢 无限度的去超级的去榨取 因为现在地方政府的财政亏空 它已经是到了一个非常严重的程度 它现在已经是有点急不得时了 所以它才会出现前一段时间 在三中前会之前 倒查这个什么几年 十几年 最多三十年呢 去让就是说企业去强制征税 对吧 去补税罚款 所以这种情况下的话 你所谓的通过这种消费税 去解决这种地方财政 这么巨大的一个饥渴 恐怕我觉得也是很难去 真正的去解决的 所以整体来看呢 对于地方债的这么一个大规模 我觉得其实是很难去解决的 也许的话呢 在接下去中国政府会扩大财政开支 让更多的这样的一些职能 更多的投资来讲的话 都由政府来去扩大 然后最后的话呢 减少呢 这些企业个人地方等等的负债 但是这个呢 目前来看恐怕的规模 也是会非常有限 因为由政府主导的投资呢 中国政府也不太愿意干 目前它可能似乎只是愿意 在这种所谓的新市产产力啊 什么等等方面来去做一些 而过去的那些能够造成大规模投资的 像什么铁路啊 公路啊 什么地球交通啊 等等的 这些方面基本上 你已经建的已经是相当多了 现在没有什么地方可见了 何况呢 过去已经造成了一个非常庞大的 一个这种债务 你再去建 恐怕就只会扩大一个债务 造成更扩大的话的话 这种地方债的这种危机 所以这个方面其实你看 恐怕我觉得对于希望说 中国政府通过财政 扩大财政开机的方式 去解决地方债 或解决这个危机 我觉得也是基本上没有希望 我们知道现在所谓的 地方官员投资的新制生产力 已经出现投资过剩的情况 有没有一些激励机制 让他们把这部分的资金 用到刺激当地消费 或者是其他的财政支出上面 恐怕很难 为什么呢 第一个就是新制生产力 那也是习近平所主导的 他所提倡的 你在这个方面呢 能够去大量投下去 哪怕他最终是没有成果 这个呢是官员的一个政绩 你去扩大这种消费 或者呢看不见的这些地方 那么这些呢是没有什么政绩 像也不会得到表扬的 所以呢这一点上来讲 我觉得地方官员 恐怕是不会去做的 那也许呢 对于这样的一些这种 各地的投资过剩 或者呢是相互打架 这个方式的话 中国政府也许会通过这种 我们叫计划经济的这种方式 所谓的发改委啊 或者其他的那种审批啊 等等方式去 试图去解决 但是我觉得恐怕也会 很难做到 这一点就有点像 我们看到当初的这个 智能源汽车一样 或者呢是 共产单车或什么之类的 对吧 对 就是说它可能呢 就有点像原来规划 这些智能源汽车 共产单车等等这些一样 它其实都会造成一个 这种市场的一个过量 这一点上来讲 这是中国特色的 这种经济发展的 一个这种顽疾 这么多年来 就一直没改得了 所以这个方面 我觉得其实还会出现 大量的无效投资 大量的竞争投资 对手的话呢 就是造成了这些行业 所谓的新制生产 这个行业 超级的卷 卷到最后呢 那又可能会想方设法的 向海外去倾销 它的过程产能 同时呢 大量的企业继续会破产 还有呢 有可能会造成 原来的中国的摩托车一样 就是当年的中国摩托车 在整个世界 也是排在前列的 对吧 后来大量的造成 向这个东南亚出口 结果呢 因为卷得太厉害了 所以很多企业 就开始降低的 这种生产的标准 所以造成了 很大的安全危机 所以最后来讲的话呢 反而这个日本的 这样的摩托车 在东南亚 重新站稳了脚跟 重新又获得了市场 中国的这个生产的 那些低质量的摩托车 后来是销声匿迹了 所以呢 会不会说 中国在这下市的 一些生质生产力 这个方面 又继续重复这条路 我觉得恐怕也会 这个方面 我们恐怕也会看到 大量的这些现象 刚才是本期节目嘉宾秦鹏 今天讨论的话题是 三中全会闭幕后 中国央行意外降息 反映中国政府承认经济 面临下滑压力 请继续收听 就在三中全会闭幕后 中国央行在7月22日 意外公告 将市场七天期 逆回购操作利益 从1.8%下调至1.7% 一年期和五年期的贷款 市场报价利率LPR分别下调10个基点 以促进经济恢复 路透社表示 中国降息超出市场预期 并以述专家的话称 中国央行较美联储先降息 反映中国政府承认 经济面临下滑压力 报告称 中国贷款利率一年期LPR 从6月的3.45%下调至3.35% 五年期以上的LPR 从6月份的3.95%下调至3.85% 这是中国央行在四个月再次降息 五年期LPR上一次调降 是在今年二月 一年期LPR上一次调降 是在去年八月 央行希望通过调降动作 刺激民间借贷 降息后 人民币对美元汇率一度跌至 近两个星期以来的低点 7.27% 投资者对降息反应消极 股市不升反跌 路透社引述 法国巴黎银行外汇利率策略主管 王菊的话说 中国央行开始实施刺激政策 与三中全会释放的信息一致 即为达到全年GDP目标 也就是第二季度GDP 低于市场预期后的政策调整 三中全会闭幕 这两天中国股市并不给力 也持续地下跌 这说明什么 第二央行在星期一的时候 意外地降息 他们有什么样的想法 首先我们说中国股市 其实是用脚投票 给了三中全会最好的 这样的一个评价 然后三中全会21号 我们就看到 它的三中全会相关的决定 公告发布之后 就在连结 而且是迄今创造了 六月份以来最大的 这样的一个抛售 所以这个很明显的话 大家对未来 它是不看好的 对于三中全会所推出来的 对民企业 对于经济 对于消费 对于改革的出路 现在大家都看不到希望 所以我说 这个是个三无产品 对吧 无对特 无改革 无希望 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大的一个问题 另外对于中共的央行 它在三中全会之后的话 就没有预警的是降息 这个当然它的目标 它的出发点是很好的 对吧 它是希望给大家一点信心 也让大家看到说 能够更好的去投资 去贷款 去借钱 进一步的推动经济 但是这个呢 我觉得非常有限的 因为它降低的这个幅度 也是非常小 对吧 0.1% 那么它现在其实 整个中国的利率 已经低到了 再通过降息方式 自己经济已经是很难了 另外呢 三中全会 最大最大的问题 它并没有给人希望 它并没有去解决呢 就民营企业 消费者 还有呢 外资企业 等等的 各方面的一个信心问题 因为现在最大的中国经济 现在遇到的问题 是信心不足 大家对你中国政府 到底要不要保护民企业 这个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实际上是不相信 中共当局的 那消费者呢 现在呢 因为房地产的下跌 对于呢 整个股市持续的低迷 这个方面相当于是 把整个的原来 可以投资 或者这种消费信心 现在也都是打消掉了 何况呢 现在又出现了 职业低迷 然后呢 大量的人 有点招不保 你不知道会不会失业 所以呢 这个消费信心 现在也没有解决 而中共 在三中全会里边 也并没有给大家 吃一个精心丸 对吧 说要解决你的 更好的这种 消费独立的问题 医保的问题 或者呢 是去解决 其他的这些 给你发钱 让你去消费 也没有解决 同样呢 对于外资企业 这个方面的信心 也没有给出 任何的这种答案 因为怎么去刺激 外资企业 中共当局在去鼓吹 说是要扩大开放 你怎么能够 让大家觉得 你是一个市场的经济 没有 对吧 看到的是 加强了党的控制的 这么一套计划经济 这么一个国家体系 而不是一个 让市场起到 更好的资源分配的 这么一个机制 所以呢 我觉得外资企业 同样的 像在整体来看 大家也不会有信心 何况你整个市场经济 各方面有点低迷 你和这个国际社会的 这种关系 又在呢 加剧的色化 对吧 并没有完全的 去感觉到改善 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觉得对于外资 也没有信心 所以整体来讲 我觉得通过央行 这么一点小打小闹 对吧 其实是起不到 这个任何的 有价值的 这种真正的作用的 好 那今天就非常谢谢您 精彩的分析 我的提问就提到这里 谢谢您 好来 谢谢 好 以上是本期的 财经时事听 感谢您的收听 我是柔一鸣 如果您对本节目 有什么意见和建议 请写信到拼音 反馈A一圈RFA.org 或我个人推特 账号是RFA下横线 RYN进行联系 那么就在此 祝福各位有个愉快的周末 下次节目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